活了八年 这是她第一次用热水洗澡 洗澡的浴室 比先前睡大通铺的房间都大 之后侍女替她擦身子 帮忙换衣服 到了睡觉时 她还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西梦丝 可越是如此 女孩越是害怕 身旁的小精灵安慰她 不要再哭了 但女孩担心 过了今晚我就会被赶走了 殊不知走是走不掉了 并且还会在十岁那年 成为帝国的下一任皇后 因为能看见精灵的她 是人们寻找了几百年的预言之女 可以阻止战争爆发 给人们带来和平 但是这些女孩统统不懂 在她看来 生活在孤儿院里 八岁前她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拥有家人 而好不容易等到了八岁 竟没想真的来了的男人 她是帝国有名的冷面工具 出见面时 她直接拿剑指着她问 这个小东西 就是我要领养的孩子吗 望着男人戏谑的笑容 女孩心想 她真的会成为我的父亲吗 这时男人一举 暂时住在她家 让刚刚还心情雀跃的女孩 瞬间当到了谷底 她知道 有很多孩子被领养后 没过多久 就会被送回孤儿院 那她很快也会被弃养了 抱着这样的心情 她踏进富丽堂皇的公爵府 跟欢迎她到来的侍女们 打着招呼 你们好 我叫阿戴尔 只是她破旧的衣服 跟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而这些情绪到了晚上 就变得格外敏感 她想找到白天的骑士大人 问她会再次被抛弃吗 怎料照顾她的侍女也没睡呢 吐槽皇室也太欺负人了 公爵大人估计很难结婚了 毕竟谁想一来就照顾个八岁女人 原本侍女莎莉奈姨 那个女人不在了 她就能有机会了 门外阿戴尔听罢这些 不禁开始自我怀疑 她是不是不该告诉她们 她能听见精灵的声音 她问小精灵 难道她来了 公爵大人就不能结婚了吗 精灵解释不是的 女孩却眼眶含泪 好想被疼爱啊 可眼泪还没流下 她就又憋了回去 她只会杀人 不会养孩子 结果连婚都没结的她 却有了个八岁的女孩 所以见面时 她根本不知道要说点什么好 就问身旁的侍卫 一般人都怎么做 侍卫说您只要对她好就行 于是男人来了局 要跟我比见吗 在她看来 跟她比见 是多少侍卫梦寐以求的容量 女孩没吭声 侍卫吐槽道 小姐还小了 这么一想 男人蹲下身来 你昨晚睡得好吗 或许是这温柔的语气太上头 女孩竟实话实说 不好 因为她一晚上都在想 自己什么时候会再次被抛弃 这时她注意到男人脸上 有一个血条 只见她哈气点脚尖 我这样吹一吹就不同 她小时候摔倒 就是这样治好的 周围的侍女随从都看懵了 这也太乃太毛了吧 让即便有着杀神称号的男人 也不禁动容 问她几岁了 叫什么名字 此时女孩才得知 男人名叫艾森 原来她父亲的名字这么好听 可是说完这些 艾森就离开了 阿戴尔很舍不得 她还有好多问题想问 却只能跟着沙丽娜往餐厅走去 我想起昨晚她听到 沙丽娜似乎喜欢父亲 讨厌她的道来 她望着女人的侧眼 她不必这么担心 反正我在这里也待不久 之后吃饭时 她看着精致的版本 可左插右道 她不会用力 想到话书里的不爱 她尝试性地切了一些 并且尝语 她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但她不敢吃多 只吃了一丢丢就说她饱了 随从健壮脸色以为 小姐不好吃饭 公爵大人会杀了厨师 阿戴尔没听到 沙丽娜却注意到她剩下的青椒 为了健康 小孩子是不可以挑食 第二天就被安排上去学习 作为未来的皇后 她至少得识字吧 为此老师还给她留了一丢丢的作用 孤儿院里的孩子 成为了公爵府的千金 她却时刻都在想着离开 因为先前有太多孩子 被领养又被弃养了 所以每到深夜 她的眼泪都会尽失整 可阿戴尔不知道的是她很特别 她会在十岁的时候 成为下一院皇后 老师教她认的第一个子 就是皇太子 她未来丈夫的名字 但尽管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 小女孩也依旧用心对待着 周围所有的人 也还是对她表白 我喜欢你 这给侍女整不穿了 问小姐为什么这么说呢 阿戴尔只觉得她不讨厌 不讨厌不就是喜欢吗 喜欢不就要说出来吗 不然会没有机会 没有理由的善意 才最打动人心 听罢的沙琳娜 为小姐泡了湖最贵的茶 而作为即将成为皇后的人 肯定得有点视为贴身宝 于是以米卡尔为首 臭屁彩虹头 酣披大块头 爱笑咪咪眼 和蓝发小姐姐 组成了护卫五人 能再一次见到米卡尔 女孩原本想问 我什么时候会被送回布尔院 我是不是妨碍了公爵大人解决 只是老是给她上过个 她觉得自己似乎走不掉 如果可以留在这 我怎么才能和父亲变亲近呢 米卡尔听玩笑 这个问题解决 大人都喜欢认真学习 府里有个梅根花圆子 小姐只要在那认真学习 天天早睡早起 就一定能和公爵大人亲近起 听话的阿戴尔 第二天就去了庭院 在那一笔一画 写着艾森的名字 等着我移塑起 可他从白天写到黄昏 我没有骗你 怎料男人走到女孩面前 指了指她的名字 他一口气学了18个小时 只为了跟父亲亲近 但父亲却指了指她的名字 都是陌生 女孩瞬间慌了 完了 父亲会不会生气 他不讲卫生 于是他赶紧道歉 男人却笑着说小孩子都会这样 阿戴尔听爸立刻惊声了 他向父亲汇报着最近的承诺 比如他学习得很认真 写完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还学会了写黄太子和他的名字 也吃了青椒没有挑食 以后也会早睡早起用功读书 男人起初听着一头雾水 不明白该怎么 身旁的米卡尔疯狂食眼色 他才明白了一点点 他讲女孩你做的真实 相信通过未来一个月的学习 关于预言之女的事 以及自己身上的责任 很快就会全部熟悉 可阿戴尔在听到一个月时 总会感到非常压抑 老师也说过 会在一个月内给他上课 所以一个月后 他还是要走了 这时男人掏出手机 当他擦擦脸 看着手绢上绣着的名字 希尔塔是谁 是送父亲手绢的人吗 或许是聊天聊得有点累 男人将手伸向了头 米卡尔提醒公主 孩子面前是不能吸烟的 男人却撇嘴拿出个棒倒 不情不愿地说出 他戒烟改食堂了 就是这堂什么时候 能做的软中法口味的就好 之后他起身离敌 一旁的米卡尔 继续跟他食眼色 仿佛在说走前 你有失望的 但没有养娜经验的孩子 丝毫没注意到阿戴尔 一脸的恋恋不适 他还很透复地回听事 你看 他不是也让我走 突然女孩提出了个邀请 您可以把手伸出来吗 就像这样 男人不懂 却照做 接着就看到女孩自己 在手心下面蹭了嘴 而他内心此刻无比开心 即便是这样的摸摸头 他也觉得好幸运 艾森却有点猫 看了手半天 问女孩你洗头了吗 再得到肯定的打破 他又呆愣了心 这次他主攻 伸出大手摸摸头 小朋友 看来你很想被表明 回去早点休息吧 晚安 阿戴尔呼喘着大意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 他们不离过 晚安 我是DC 晚安 小点点 狗狗这么渴 女孩却怕得要命 因为在这个战争年代 狗狗饿起来 连死人的尸体都吃 见过这种恶性画面的女孩 连动物的边边都不敢靠近 你告诉他学会骑马很重要 他只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哭鸡鸡 即便有侍女安慰他 别怕 不会受伤的 还给了他个抱着 希望抱着他 能减轻女孩的恐慌感 侍卫们也是尽量找了匹小马 降低女孩的恐惧 轻声鼓励着他再试试 却没有一个人说 算了吧 不学了 因为阿戴尔是欲言之女 未来要骑神兽的女孩 会骑马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他还是会哭个不停 老是吓唤 尼卡尔只好召开紧急会议 这时他的身后响起一道声音 是他们把你惹哭的 你需要帮忙吗 阿戴尔正主 他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女孩 可他是谁呢 小精灵飞出来说道 你可以信任他 而有了精灵的好人盖出 女孩才放心地将手递了出去 请你帮帮我吧 结果男孩的帮助 就是带着他溜浪 他拉着他来到一处隐秘的家 我叫加斯马恩 你为什么哭呢 阿戴尔觉得这名字好熟悉 却忘记了老师教他人的第一个字 就是加斯马恩 这是皇太子 也是他未来丈夫的名字 之后他将来到公爵府后 害怕被抛弃的盘负 和对神兽的碰面 竟全都跟眼前这 只见了一面的男孩说 加恩则看着神情落寞的女孩 解释他不用担心这些 不过看来公爵的人没有做好歌 这里似乎不太是 本料阿戴尔听把手舞足倒起 说他在这里吃得好睡的 大家也都会感觉 父亲还对他摸摸 只有在这里 他才感受到什么是幸福 加恩反正 如果真的好 怎么会失职把他弄丢了 可说把他心虚了 确实他好像也有责任 想到这 他想溜 却被阿戴尔女儿的抱住胳膊 你别走 我想再多了解女人 他长得这么好看 却难逃天度红颜的命路 年纪轻轻就被吊在了旷路 加恩从阿戴尔口中得知 他刚来不久最大的愿望 就是和父亲亲近一点 但他和父亲说话的机会都很少 而且他还很好奇 被阿希尔塔的身份 为什么他的手卷会出现在父亲口袋里 加恩见他求知欲如此强烈 答应可以带他去见这个人 两人像是冒险一样 走了足足半个小时 终于来到一座漂亮的建筑面前 加恩指着面前的房子告诉他 那个女人就住在 名叫神兽的住宿建筑 阿戴尔望着门口的动物雕塑觉得可怕 但还是听加恩的话 乖乖打开房门 发现空无一人的房子并没有上锁 并入眼帘的就是父亲和一个女人的合照 这一刻爱与幸福都被具象化表现出来 阿戴尔注意到画的落款 原来画上的女人就是被阿希尔塔 加恩告诉他 现在只能通过这幅画见到他 在公爵迎娶他的一周前 一场意外导致他受到诅咒 最终被永久困在冰墙中 否则不出意外他就应该是你的母亲 阿戴尔听后很是心疼 一方面是心疼被冰封的母亲 另一方面是父亲郁郁寡欢的背影 虽然他现在很小很弱 什么都帮不上忙 但他真的很想要父亲得到幸福 也很想在父母共同爱护下长大 可加恩说除非奇迹出现 阿戴尔从中听出一丝希望 预言之女受神的宠爱 这是皇室中有名的格言 这世界上没有预言之女做不到的事情 普通人接近冰墙会死 但神兽不会 如果你能驾驭神兽的话 就有机会救他出来 看到希望的阿戴尔立刻打起精神 眼神坚定地看向墙上的女 我一定会加油的 现在他才明白沙利娜说的没错 这果然是重要的课程 只要我足够努力 一定能将母亲给救出来 就连精灵都被他的坚持感动 例外的是加恩也能看见精灵 但简单闲聊几句后 他意识到公爵府可能正在找 他们得在被人发现前离开这里 上一秒正要杀人的公爵 在看到宝贝女儿安然无恙后 竟然无奈地叹了口气 跪坐在地 他们在外面着急地找了一大圈 这个小不点居然在树下睡得相提 阿戴尔迷里呼呼地就往父亲怀里送 好温暖的怀抱啊 原来这就是有父亲的感觉吗 公爵摸着他的头 告诉他自己都快吓死 还以为把你弄丢了 感受到父亲的担心 阿戴尔这一刻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他乖乖和公爵回去后 像是变了个人 暗暗发誓自己有信心学好骑马 并且保证不会再哭也不逃跑 毕竟加恩说过 学会驾驭神兽后他就能拯救母亲了 隔天阿戴尔刚起床 就得知今天府里来了个很重要的 对方是公爵大人收养的未来继承人 阿戴尔立刻兴奋地坐了起来 那他又多了一位家人吗 距离完美的家庭又近了一年 阿戴尔起身就要去和哥哥打招呼 还特意让沙丽娜替自己打扮得漂亮点 给哥哥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但到了门口却发现 女仆们全都站在门外不敢进去 哥哥竟然在闹脾气不肯喝样 还一直吵着要回家 阿戴尔自告愤勇提出他来送药 也许对方见他是个小孩 这次并没有违命 事后阿戴尔才知道 哥哥最近刚失去父母 他原本只是公爵大人的远亲 在今天凌晨紧急召开的宗亲会上 大家一致决定让他入议 并冠以公爵大人的名字 当晚阿戴尔才正式与哥哥见面 他主动向哥哥打招呼 告诉他自己的全名 让公爵倍感欣慰 但轮到哥哥自我介绍时 他却埋头吃饭没有理会阿戴尔的注视 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这时公爵突然开口 去训练场跑五圈 见男孩不说话他补充到 十圈 二十圈 四十圈 男孩这才缓缓开口 我叫布莱克 阿戴尔乖乖地点头不再追问 只是佩服这两个男人不愧是亲戚 感觉他们简直一模一样 从没结过婚的男人 突然有了一个女儿会有多重 蛋糕店里最贵的蛋糕才一百分 他却专门花几一请设计师 为宝贝女儿量身才一 听到这个报价阿戴尔惊呆了 这么奢侈他不会遭天遣吧 但公爵府的侍女却丝毫不感到惊讶 毕竟公爵府不会因为这点钢蹦就破产 阿戴尔也只好含泪接受 父亲是土豪的事实 当晚阿戴尔特意支开了沙丽娜 早早躺上床扬装睡觉 但等沙丽娜离开后 他却悄悄起床 来到窗户边东张希望 因为佳恩曾和他约定 如果想见到他就将窗户打开 阿戴尔推开窗户瞧手以盼 虽然不知道佳恩要怎么上来 但他还是非常期待 谁知佳恩迟迟没有出现 却迎来了许久不见的铁金灵 阿戴尔开心地和他打招 告诉他自己已经收获了两位家人 还交到了一位好朋友叫佳恩 但这件事暂时需要保密 如果大人们知道他和侍从做朋友 说不定会生气 不过加斯玛恩这个名字 总觉得在哪听 铁金灵微笑着听他的镜头 突然看向他的身后 你的朋友好像来了 阿戴尔满怀期待地看过去 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原来佳恩正在窗户外面等候 但他怎么漂浮在空中 难道他会飞吗 阿戴尔凑近一看才发现 窗户外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棵大树 佳恩就坐在树枝上 这一切都归功于生长圈轴的魔索 来不及过多解释佳恩伸出声 让他掀过来树上 阿戴尔虽然害怕 但还是乖乖照本 跳过来后整个人都抱紧了佳恩 这里这么高他十分害怕 佳恩让他闭上眼睛抱住自己 不一会儿就爬到了树下 落地后阿戴尔告诉佳恩自己很想他 昨晚做梦还梦见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很感激佳恩 说的他小脸一红牵着阿戴尔 就来到两人熟悉的秘密基地 神兽的祝福 奇怪的是这次房间内的装饰不同吗 昨天还是挂有母亲照片的宫殿 今天就被装修成了豪华儿童房 原来这栋建筑之所以被成为神兽的祝福 是因为他会为主人的需要提供病物 上次因为阿戴尔想要见到母亲 所以他挂上了母亲的肖像 这次他和佳恩过来玩耍 所以到处都是他喜欢的玩偶 而旁边的钢琴居然是为佳恩打造的 聆听着他演奏的悠扬琴声 阿戴尔对佳恩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忍不住红着脸感谢他为自己做的一切 希望你能实现不结婚的愿望 提到这佳恩竟有些不好意思 也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一定会让你再见到马德琳的 阿戴尔做梦都没想到 还能见到曾经最好的朋友 他顿时沉浸在和好朋友见面的喜悦中 没有注意到 自己似乎从未和佳恩提过马德琳的事情 回去后他便迫不及待给马德琳写信 还拜托肖洛帮忙送到马德琳手上 肖洛第一次接到阿戴尔的委托 可把他高兴坏了 忍不住向一旁无奈的泰拉炫耀 这可是小姐对他的信任 就在这时沙利娜前来通知小姐 上课的时间到了 并告诉他今天上课的老师不是爱心 而是布莱克少爷 那不就是哥哥吗 阿戴尔忧心忡忡可他还很不开心呢 他父母的葬礼都还没举办 能好好教自己课程吗 果然推开门后 站在那的布莱克 脸色看上去比前几天还要长 远处几名侍卫抱着一大堆武器 让阿戴尔有些害怕 尤其哥哥冷泪的眼神 让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 阿戴尔壮着胆子叫了声哥哥 立刻遭到他的斥责 别叫我哥哥 阿戴尔只好改口 称呼他为老师 布莱克还是很不敏 提醒他叫学长就好 原来布莱克和爱心一样 都是皇家佩斯学院的优秀学生 但一声弱弱的学长叫出口 阿戴尔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表示自己还是叫你哥哥吧 女孩今年才八岁 就已经树敌无数 只因他生来就是欲言之女 哥哥告诉他在这片大陆上 有一个名为弗曼帝国的国家 是他们国家的恶敌 但六百年前 这两个国家还像友邦一样亲近 可因为一场冲突 导致弗曼帝国单方面宣布了解除联盟 当时大陆出现了一群共同的敌人 预言中说 预言之女会出现在哈斯培尔特帝国 但大家等了几百年都迟迟没有整理 弗曼帝国便因此起了疑心 他们怀疑是哈斯培尔特将预言之女藏了起来 或者说他已经死了也说不定 阿戴尔恍然大悟 难怪老师之前说他们已经找了自己几百年 一种使命感突然油然而生 但他不理解 既然现在找到自己了 把这个消息告诉弗曼帝国不行吗 布莱克一脸民众的摇摇头 这个消息还不能公开 不然他们会来杀掉他们 而且如今弗曼帝国已经站在对方那里 认为世界即将灭亡 并且帮着他们企图用战争 摧毁哈斯培尔特百姓的信仰 后来哈斯培尔特决定派出和平使团 轮番上阵说服弗曼帝国 其中就有哥哥的父母 但他们和其他使团成员一样 无意生还 布莱克虽然知道这件事不是阿戴尔的从 但如果预言之女早一个月出现 他父母也许就不会死 但也多亏他后来愿意出现 毕竟他是结束战争唯一的希望 也是人类最后的救赎 布莱克给阿戴尔说了许多后表示 如果你听懂了的话 那就拿起武器和我一起上课吧 这边上课上的正经体 门外同样十分热门 女仆们都在讨论少爷会不会把小姐吃掉 毕竟她可是患有家族狂症的病人 而且已经三天没有吃药 那小姐现在的处境岂不是危险 这话让负责阿戴尔安全的护卫们坐立不安 犹豫是不是应该冲进屋内 就在这时屋内发出巨大的打斗声 这个家族的孩子天生就患有怪病 虽然出生自带战斗技能 但也因此精神不受控 家里大多数孩子都因狂症而慌 女孩更是普遍活不过一世 如今的公爵艾森便是少见的战胜者 因此成功登上了家主之位 但他的继承人 要想延续家族的血泥 必须继续克服狂症生存下来才行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宗亲中的布莱克 立刻步入了公爵的视线 于是在他刚接到布莱克父母的复告后 就立刻决定领养他 并让他成为继承人 和眼下整个公爵府的两位宝贝 正在屋内生死未复 一个是未来的继承人 另一个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预言之女 在听到屋内传来的打斗声后 大家再也忍不住冲了进去 却看到兄妹两正抱在一起 原来刚才布莱克正在帮阿戴尔学武器 他准备了大量武器 依次递给小女孩让他一一尝试 称不称手有没有特殊的感觉 不合适的就直接扔电 钢铁碰撞大理石发出巨大的声响 吓得阿戴尔都快哭了 对于这些杀人工具他根本碰都不想碰 但拿到一把弓后 他意外觉得很舒服 呼吸也变得顺畅许多 布莱克看出他的改变 问到怎么样 阿戴尔点点头 感觉还不错 我也不觉得害怕 很好 那接下来就是学习如何使用 布莱克接过弓直接拉开瞄准 原本固定在天花板上的吊灯 就被他一箭射了下来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 看得阿戴尔目瞪口呆 这他哪学得会啊 布莱克干脆手把手教训 但刚拉开弓阿戴尔就娇气地求饶 他觉得弓好重 胳膊好疼啊 没想到哥哥误会他是想偷懒不血了 阿戴尔连忙摇头 不料哥哥突然表示 少上一天刻到也没关系 那我就把他们全部销毁了 担心哥哥又要做出什么危险行为 阿戴尔连忙上前抓住他阻止 你不是讨厌这些武器吗 可我更不想你受伤 就在两人僵持在原地时 房门突然被打开 父亲出现在门口正看着他们 男人明明很爱自己的女儿 却总想着一个月后把他送走 坐在父亲怀里的阿戴尔听到他说 三周后他就要走了 想在分开之前 带阿戴尔去吃冰淇淋和蛋糕 多制造点美好的回忆 阿戴尔虽然没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但也隐约猜到 父亲正在计算和他分别的日子 阿戴尔眼里满是失望 但他准备好好珍惜剩下的三周 身为预言之女不但没能带来和平 也没能阻止战争 反倒是来了之后 毕直在接受父亲和哥哥的好意 所以他想送件礼物给他们 才能报答他们最近的照顾 米卡尔听后心疼地抱住他 您现在才八岁 只需要健康地活着就行 这对所有人来说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 如果您一定要送他们些什么 那就轻易轻他们的脸颊 那样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阿戴尔半信半疑 当晚他辗转反侧整夜都睡不着觉 他必须搞清楚大家口中的他们 到底是谁 可这件事让精灵都很为难 有些事就算他们知道也不能告诉他 于是在精灵的哄睡下阿戴尔再次入睡 但突然一道响雷 将他吓了一跳 阿戴尔不敢自己一个人睡了 抱着枕头抽气起床寻找侍女 女仆们看到阿戴尔小姐哭了 顿时惊慌是错 这要是被公爵知道可是要掉脑袋的 他们连忙派人去找公爵 大事不好了 阿戴尔小姐她哭着正找您呢 小姐说她想您啊 公爵听后无奈一笑 这还真是一件大事呢 片刻后公爵大人果然来了 阿戴尔见状立刻朝爸爸怀里扑去 我听说你想我想的都哭了 阿戴尔点点头说他很害怕 公爵的眼神立刻阴冷起来 你害怕什么 是谁这么大胆竟敢让你如此害怕 立旁的仆人全都欲扑无泪 疯狂摇头表示与自己无关 阿戴尔也摇头说没人欺负他 但外面打雷我害怕 我想和父亲一起睡 公爵听后宠溺地将女孩抱起来 直接将她抱去了自己的卧室 男人每晚都要哄女儿睡觉 却从不陪她一起躺下 只因她酒精沙场身上全是伤疤 不想吓到年幼的女儿 于是阿戴尔想要为父亲寻找拉斯腾尼子 只要去除掉她身上的伤疤 她一定会陪自己睡觉 但是身为预言之女的阿戴尔 虽然能看到精灵 却不懂该如何召唤他们 为了叫土精灵出来帮忙 阿戴尔只好捧起一把腻 礼貌地询问 那个你要不要出来一下 结果不用想也知道 什么回应都没有 她突然想到佳恩曾和她说过 精灵说不定她会知道方法 但自从上次夜里一别后 她再没见过佳恩 心想如果向大人询问 公爵府里一个银发黑铜的侍从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她了吧 担心护卫和侍女知道自己的秘密 阿戴尔决定找个机会问问哥哥 很快机会就来了 这天哥哥给他讲解弓的使用和瞄准 阿戴尔第一次上手就命中了剑把 而且还感觉 这次的弓箭比以前轻了不少 原来是哥哥特意命人给他量身打造 制作了一把合适的弓箭 多次练习后阿戴尔越发熟练 就连哥哥都说他有机会和自己一起 参加不久后的狩猎大会 阿戴尔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 他趁机向哥哥打听佳恩的消息 但还没等他开口 哥哥就说如果你想找的朋友 是被关在塔中的雷哈斯的话 就不必说了 因为那家伙就快死了 阿戴尔一脸猛逼 雷哈斯是谁啊 哥哥这才察觉自己说落了嘴 慌张地看向一边 就连莎莉娜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伴上哥哥才缓缓开口 那你要找的人到底是谁 就是在公爵府做事的侍族 名字叫佳恩 他有一头雪白的银法 和黑色的眼眸 哥哥听后沉默片刻摸摸阿戴尔的头 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说完他转身就走 甚至都没告诉他答案 阿戴尔隐约察觉到 哥哥好像知道佳恩是谁 却故意不告诉自己 但话说回来他口中的雷哈斯 到底是谁 女孩刚欣喜地找到爸爸 就亲眼目睹他残酷的一幕 为了能和爸爸多多相处 阿戴尔日夜苦读书集 因为爸爸和哥哥都说过 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见到父亲 但在这期间他十分的孤独 因为好久都没看到自己的家人了 父亲不知道在忙什么 最近都不见人影 哥哥更是在宫建教室后 再没出现过 好在这段时间里削落送来了 闺蜜玛德林的信件让他有所慰藉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天阿戴尔意外找到了见到父亲的方法 此时公爵正在操场练兵 底下占有七千将士 男人却精准地叫出几个人的名字 上前与他决斗 为表谦虚他主动让他们五招 随后毫不犹豫地将剑刺入他们体内 只因骑士团出现了叛徒 这些人被称为阿戴尔记忽 他们全都是双重剑底 而且竟然敢用他女儿的名字作为代号 原来几周前他发现有叛徒后 特意召集府内五千将士告诉他们粮食剧 次日就有五间粮仓被烧毁 之后更是因为情报泄露 导致三千士兵陷入敌人的圈套全军覆没 于是他今天当着所有骑士的名字 将这五名叛徒杀害杀鸡给我看 但没想到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弱弱的声音 是谁带你来这里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因为我太想你 公爵无奈扶俄命人蒙住阿戴尔的眼睛 嘱咐他去会客室乖乖地等自己 他洗个澡就来 原来阿戴尔注意到身为家主 公爵每月都记录骑士团的训练状态 今天就是测试的恶日子 那他去笑炼场就能见到父亲 原以为是件好事 没想到撞见父亲浑身是血 看到父亲推门而入 阿戴尔跑着上前迎接 虽然刚刚看到父亲浑身是血的样子 但他似乎完全没有害怕 而是开心地告诉父亲 他靠自己找到了见到您的方法 公爵无奈 但知道他最近每天都在学习 于是答应可以实现他一个小愿望 阿戴尔立刻说出心中所愿 我想要父亲陪我睡觉 为了让父亲陪自己睡觉 小女孩不惜使出连环绝招 他先是刻骨不输 终于在书上找到见到父亲的方法 虽然意外撞见父亲残暴的一幕 但女孩丝毫没有害怕 而是飞奔到父亲面前邀功 希望父亲能陪他睡觉 没想到父亲想也不想当场拒绝 表示除了这个要求其他都能满意 于是女孩提出想全家人一起去散步 还要叫上哥哥 三个人手牵手一起出去走一走 但父亲似乎不想让布莱克 打扰自己和女儿独处的时光 当即嘱咐侍女去准备水果糕点 现在就准备出发 到了散步的地点 阿戴尔费尽心思叠了一个花环 想送给父亲他却不肯收 女孩脸上顿时闪过失望的眼神 公爵只好接过花环 替阿戴尔戴上 立刻将他重新逗笑 这时阿戴尔感受到一股清风护面 他意识到这是佳恩在召唤自己 于是谎称自己要去上厕所 朝树林跑去寻找佳恩 壁股脑将最近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希望佳恩可以帮自己一个忙 过了一回阿戴尔带着一捧花回来 公爵惊讶地接过这捧拉斯藤尼草 更惊讶阿戴尔都已经学会召唤术 可他并没有允许阿戴尔看这类书啊 阿戴尔戳戳戳手指 小心翼翼问道 那您现在能陪我一起睡觉了吗 涂了这个草药 您身上的伤疤就能预服 这样就能脱了衣服睡觉 就不会不舒服 见阿戴尔如此有心 公爵只好答应再陪他睡一次 但阿戴尔突然反悔说不是今晚 而是一年以后 阿戴尔一直在担心不久之后 他会被赶出公爵府 于是带着小心机与公爵约定这天 虽然加恩说过他不会被抛弃 但他还是想从父亲嘴里听到答案 就在他紧张等待结果时 公爵突然摸了摸他的头答应道 我以阿吉比亚德斯的名誉启示 一定会遵守约定的 天才家族代代遭到神之诅咒 家族的男孩都会获得力量 却无法掌控 其中先有抵御了狂病的幸存者 成为家族之后 阿戴尔偶然得知传说中的雷克斯 就是无法抵御狂病的家族成员后 竟感到十分沮丧 觉得命运真的十分不公 他因为命好成为预言之女受到优待 但雷克斯就因为命运的不公 被困在塔内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善良的阿戴尔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要救出雷克斯和母亲 地旁的加恩突然起身做事要走 阿戴尔连忙问 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加恩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 表示过几天我们就能正式见面了 原来皇室与公爵在领养阿戴尔之前 就约定好他只能在公爵府待一个月 并且公爵还有附加条件 之所以指定下这么短的时间 是因为当时公爵觉得小孩子真麻烦 他当初一直不肯与深爱地被阿希尔塔结婚 正是因为不想要小孩 他受够了神之诅咒的折磨 又十分讨厌小孩子 但自从上次阿戴尔莫名失踪后 他竟然会害怕他消失不见 或者在自己不注意时受伤 于是他决定要竭尽全力 让他感受到拥有家人的幸福 在收到阿戴尔送的花束后 公爵也终于体会到养孩子的乐趣 不管在哪 都是一个劲的夸女儿可爱 彻底变成了一个女儿奴 但这也让他忍不住担心起来 那么可爱的女儿 万一有人想咬他怎么办 尽管阿戴尔身边已经有五名顶级护卫 但看到女仆对阿戴尔的热情 她还是感到担忧 阿戴尔就像太阳一样要你 让人忍不住盯着看 但也正是因为她的可爱 让身边的人都忍不住给她关爱 担心白天看到公爵杀戮的一面 会给阿戴尔带去阴影 护卫中唯一的女性泰拉找到女夫沙利娜 告诉了她事情的来龙去脉 叮嘱她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姐的情绪 两人相识一笑 她相信沙利娜一定能做好的 她是拯救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 也是世间唯一能驯服神兽的神明 但谁能想到肩负重任的女孩 居然连马都不敢骑 可当她从老师口中得知 自己身边的人不是学生会主席 就是学霸后 阿戴尔心想自己也不能落后 决定再试一试骑马 但她没想到 只是一堂普普通通的骑马课 爸爸竟然会带着哥哥 一起前来为她加油打气 并且今天的课程 由她最信任的护卫 米卡尔亲自示范 为了保证她的安全 米卡尔会坐在她的后面 与她共起同一匹马 尽管有人贴身保护 上马后 阿戴尔还是紧张到心脏都快跳出来 但这时她瞥了一眼周围 除了她第一次到公爵府外 还是首次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大家应该都是来为她加油的吧 一想到这么多人都对自己充满了期待 她忍不住鼻头一酸 见怀里的小姐一直低着头 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米卡尔提醒道 小姐您感受一下风 再感受下马尔的动作 阿戴尔照座后神奇地发现 马尔根本没有排斥自己的意思 摔下马的恐惧感瞬间消失 她信心满满地抬头挺胸 这时米卡尔将缰绳交到她的手上 一起适应马尔移动时的节奏 这节课非常成功 当阿戴尔被爸爸从马背上抱下来时 周围响起了轰鸣的掌声 就连哥哥都露出了少见的微笑 她竟然做到了 但正当她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 莎丽娜马不停歇地为她打扮起来 阿戴尔被告知下午还有活动 她需要同父亲和哥哥一起 参加一个重要的日常 经过莎丽娜一番精心打扮 焕然一新的阿戴尔被打造出来 她还是第一次穿这么华丽的裙子 但奇怪的是 平时都会夸奖她的侍女们 今天表情却怪怪的 阿戴尔没有多想 跟着莎丽娜前去见父亲和哥哥 可到了门口 莎丽娜和护卫们竟然停了下来 要她自己打开门进去 阿戴尔虽然满腹疑问 但想到只要能见到爸爸和哥哥 她就很开心了 鼓起勇气独自走进房间 果然父亲和哥哥早已等候多时 看到阿戴尔出现 两人同时张开了怀抱叫她过来 阿戴尔犹豫了一下 静止跑到了爸爸怀里 落空的哥哥很是生气 我居然赌输了 真气人 爱心还说你想见我呢 看来是假的 阿戴尔躲在爸爸怀里向哥哥道歉 哥哥叫他学两生狗叫自己才能消极 没想到他立刻汪汪两生 可爱到让爸爸和哥哥都领红了 爸爸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是要做什么吗 不等公爵开口 房间门突然被人推开 一个贵气十足的男人大步走进来 布莱克见了他也要立刻起身行 但让阿戴尔惊讶的是 站在男人身后的男孩 竟然是佳恩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而且他和这个男人长得好像啊 男人将阿戴尔叫到身边 有意用握手的方式 拉近和他的关系 懵懂的阿戴尔刚刚将手放上去 这时耳边响起了精灵的声音 他只是想要守护地位 男人刚准备介绍身边的儿子 就被阿戴尔抢先一步开口 我认识他 佳恩也向父皇解释 他一直以为我是个师父 男人咧嘴一笑 露出带有杀意的笑容 小姐你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吗 那我可得去见见你的老师了 阿戴尔意识到 他要是说不知道的我 爱心老师一定会受访 脑中回想起老师教过的知识 连忙改口 我知道他是皇帝陛下 没想到还是出窮了 佳恩是皇太子殿下 上次分开时 佳恩就说过他们很快会见面 阿戴尔就猜到 他的身份应该是贵族 没想到居然是皇太子 那他之前说过的结婚对象 难道就是我吗 旁边这位想必就是传说中的暴君 见阿戴尔一直在闹胡思乱想 公爵终于揭开了谜底 站在你面前的两位 就是皇帝和皇太子殿下 我原本打算再领养你一个月后 就把你送去皇室 但我现在又改主意了 阿戴尔恍然大悟 原来您不是准备一个月后抛弃我 而是准备让我当太子妃啊 他越想越觉得委屈 这些人自作主张安排自己的命运 根本不知道这一个月了 他过得有多害怕 想到这阿戴尔忍不住有点鼻酸 公爵却还在自作主张地安排他的人生 你想要驾驭神兽的话 就必须成为地位最高的皇室 但现在不用担心 五年之内你都不用九皇室的 我已经安排好 学院会为你开设一个特别伴 你可以去那里上学 皇帝听到这个变故立刻跳起 完全没注意身后的阿戴尔红了双眼 孤儿院的孩子 成了公爵府的千金 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在担心一个月后会被遣送回家 可没想到公爵口中的一个月 居然是打算将他送去皇室联姻 可公爵不知道孤儿院的孩子 内心都很脆弱 过去的一周内 女孩随时都在准备告别 甚至想到要为父亲和哥哥准备礼物 想到这阿戴尔忍不住哭着质问父亲 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因为我不需要知道你 连起手来骗我 你们太坏了 女孩表现出的失望 让在场每一个爱她的男人都慌了什么 尤其是不知死活的布莱特 特意上前确认自己有没有被讨厌 竟然有些犯贱的觉得 被妹妹讨厌的感觉还不错 尤其是妹妹哭的样子 看上去更可爱了 这话让阿戴尔气得掉小珍珠 为了和阿戴尔解释清楚缘由 加恩提出想和未婚妻单独相处 等大家都离开后 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道歉 对不起一直瞒着你 但大家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的安全 在这个国家 只有皇族受神兽的结界保护 阿戴尔作为人类未来唯一的希望 外面几百人想要她的小命 只有成为皇室的一员 才能避免遭到他们迫害 也只有预言之女才能与神兽缔结盟约 阿戴尔想要救出母亲拯救全人类 就必须这样做 复杂的原因听得阿戴尔头晕眼花 但也理解了父亲和加恩 之前为什么不告诉她 毕竟她只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拯救世界对她来说 还太遥不可及 但她才八岁就要结婚了 加恩摇摇头 她坚信还有更好的办法 而且你马上就去皇家佩斯学院上学 我会实现之前的承诺 将马德林也安排到同一个班级的 听到这个好消息 阿戴尔开心极力 刚才的不快彻底烟消云散 冷静下来后她还是表示 自己还是会向皇太子求婚的 因为想要驾驭神兽必须成为皇后 而且阿戴尔在书上看过 无法成为皇帝的皇嗣都会死去 她不希望加恩出世 好在皇嗣必须成年后才能记录 所以距离她嫁人也还有两年时间 阿戴尔有信心在这两年内努力提升 到时候一起对付可怕的他们 于是从这天起 女孩开始每天努力练习射减 但练不了多久她就开始分心 已经两天了 上次见面后她虽然答应加恩 暂时不会理父亲和哥哥 但令她失望的是 父亲和哥哥这两天根本没有出现 难道是因为她上次闹脾气 让父亲和哥哥都生气了吗 果然父亲从第一次见面 把刀架在她脖子上起 就是讨厌她的 阿戴尔越想越难 爱心发现女孩在课堂上总声 敲了敲桌子 我听说前几天您和他们正式见面 女孩点点头 将那天发生的事全盘告诉老师 爱心却得出结论 公爵真的很爱护小姐 而您也非常懂事 可女孩依旧心事重处 怎么才能让自己被家人重视起来 下课后她向米卡尔询问 可以一个人独处的地方 米卡尔带她来了祈祷室 刚关上门土精灵就蹦了 正好她需要一个倾听者 阿戴尔见爸爸哥哥到现在都没来着 心情很是低落 她还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变得很清静 现在看来是她自作多情了 阿戴尔将心事都告诉精灵 滔滔不绝后发现 原来自己并不是想要一个人待着 只是不想让别人看住 她在伤心难过 不过将心中的不快意吐而光好 阿戴尔重新振作起来 敲了敲起倒式的大门准备离开 竟然没有人回应 她只好自己尝试拉开大门 当发力大门就被人从外面打开 阿戴尔一个不稳朝后倒去 幸好被公爵及时发现抱进怀里 女孩很惊讶 爸爸怎么会在这 毕竟之前都是她用功学习的时候 爸爸才会出血 今天爸爸却说她很担心阿戴尔 还要带她去个神秘地底 女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因为她想和爸爸变得清静些 爸爸听后立刻满足了她的想法 直接将阿戴尔公主抱了出去 一直抱到公爵府顶楼的阳台上 这里是能瞭望帝国最美风景的地方 阿戴尔好奇地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建筑 沙利娜突然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叮嘱 小姐您一会不要被吓到 只见花园中的管家挥舞了下气质 下一秒 几朵绚烂的烟花在帝国上空绽放开 阿戴尔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光 她好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地旁的公爵听后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幸好你喜欢 阿戴尔突然感受到被宠爱的感觉 虽然有些后知后觉 但她还是忍不住想问父亲 初次见面的时候您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是真的想杀了我吗 她一口气点燃了上衣的烟花 只为红宝贝女儿开心 没想到会换来一个甜蜜的亲亲 直接给她整不会了 可下一秒女儿就撒娇说她想回孤儿院 理由是想去看看曾经的朋友 还坚持不带五名贴身护卫 只带未婚夫过去 公爵此刻心中五味杂陈 果然女大不中流 不过看在亲亲的份上 女儿现在想去任何地方她都会同意 隔天佳恩就被公爵叫来 陪阿戴尔出门 此时正是建国庆典的前夕 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节日的氛围 阿戴尔看着蓝蓝的天空 突然想起了好吃的棉花糖 可是她没有钱根本买不起 佳恩却告诉她 不你有很多钱 你应该是这个大陆上最富有的人 女孩只觉得她在开什么玩笑 自己虽然成为公爵家的千金 但也从来没有多余的零花钱 所以当她吃到棉花糖后 竟然会感到不可思议 从前在孤儿院的时候 院长会叫他们烤饼干去卖钱 但所有的钱都会被院长拉走 所以这还是她第一次 独享一份美食 吃得正开心 小精灵却突然出现 就要阻止阿戴尔前往孤儿院 告诉她那里非常危险 又听到大人们说 最近帝国的孩子总是莫名失踪 阿戴尔听后却要求佳恩 反其道而行立刻送她过去 因为她有一种不妙的道具 有父母的孩子尚且有人寻找 但她的朋友们就没那么幸运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她从许久不见的沙雅娜得知 马德林去小溪边打水就再没回来 阿戴尔开始后悔 当初出门的时候 怎么没多带几个护卫 佳恩却叫女孩不用担心 她怀疑孩子们的失踪 和那群怪物有无关 那群人的终极目标是要毁灭世界 但完成这个目标必须要资金支持 为此他们分成许多组织四处弄钱 想必这次绑架小孩的就是其中一环 毕竟不管在哪个时代 利用小孩子总能赚到钱 佳恩承诺她一定会把马德林救出 但阿戴尔坚持要一起行动 想到精灵说不定知道孩子们的下落 立刻就要佳恩告诉她 召唤风之精灵的咒语 可佳恩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就算那些孩子命悬一线 但她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好阿戴尔 她的命比所有百姓都重要 女孩听后非但没有一点感动 反而对佳恩十分失望 你身为皇太子怎么能说这种话 你之前说过我是可以拯救世界的预言之女 你说过相信我的 难道这些也都是谎言吗 佳恩无奈只好统计 要她保证不会让自己受一点点伤害 而且还要为今天的事情向她道歉 因为她估计要被公爵骂一顿 两人跟着精灵的指引来到一栋房门 精灵说失踪的孩子们 就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 可青天白日下房子周围站满了首位 阿戴尔一时为难不知道怎么进去 难道要杀了这些首位吗 这时精灵主动提出 如果要杀人他可以帮忙 立刻就遭到阿戴尔的阻止 但要怎么做 才能在不伤人的情况下 将孩子们救出来 阿戴尔想到可以用风 把外面这些首位吹得远远的 但地下室肯定还有手 要想办法将人引出来才行 佳恩提议在地下室放一把 这样为了活命底下的人一定会逃出 可被关在地下室的孩子就比较惨 佳恩掏出一枚烟雾蛋糕火 这种武器就是专门用来迷惑敌人的道具 为了让地下室的人看到火灾浓烟 佳恩小心翼翼窜到建筑物的死角处 偷偷溜了进去 阿戴尔一直在外面交集等候 突然听到阿的一声惨叫 房子里的大人都大喊着着火 纷纷从屋内跑了出来 阿戴尔立刻召唤风之精灵 用法力将绑匪吹得有多远滚多远 他则趁机跑到地下室 救出被困在这的孩子们 刚下楼他就看到了人群中的马德林 直接飞扑过去和他相拥而弃 事后赶来的侍卫数过 陛下室一共藏了38个孩子 好险 据说凑够40个 他们就准备出货 这一切都是阿戴尔的功劳 事后佳恩都觉得羞愧 身为皇太子 差点就让40个孩子 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没想到这群怪物这么残忍 居然敢打孩子的主意 阿戴尔并不怪佳恩 而且还要感谢他 帮助自己救出了马德林 从此以后 他们还可以一起去 但也从他的描述中 听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女孩这么可爱 哥哥却管他叫宠妹妹 甚至嫌弃他这副 蓬头垢面的样子 要他去好好打扮一下 毕竟建国庆典的时候 他们要一起出场 到时候可不要给他丢脸 阿戴尔之所以会弄得这样狼狈 是因为他在偷偷练习精灵之术 他从马德林那 听说了被管的戏字 那天马德林不过是像往常一样 去河边打水 突然就失去了意识 随后被人带去了帝王 中间昏昏沉沉醒来时 看到一条流着血的蛇 在荆棘下挣扎 一个男人跪在图前念叨着什么 随后就有一道门被打开 他按照听到的内容默念了一遍 却让面前的阿戴尔钻紧了裙子 这是米卡尔家族 向家主行李时说的话 而米卡尔的父亲 是八名背叛者之一 马德林回忆他和蛇对视后 就睡了过去 再睁眼阿戴尔就出现在面前 阿戴尔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 幸好马德林没有出事 不然他会内疚一辈子 但为了预防以后与怪物们对抗 他决定要好好练习精灵之术 可刚成功一次 就赶到眼前一阵眩晕 风精灵见状将他送回了家里 被路过的哥哥撞见 看见他乱糟糟地坐在窗户边 为了不让哥哥丢脸 建国庆典这天 阿戴尔早早起床舒戏打扮 特意挑选了亮眼的黄色礼服 却被哥哥戏谑他打扮得像只可爱的小狗 随后牵着他的手 直接带去了宴会县城 阿戴尔被安排坐在父亲的怀里 接受贵族们的祝福 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 突然一个男人亮枪地走了进来 大胆建言让公爵看看帝国的现场 甚至当场拔剑质问公爵 为什么不让预言之女嫁入皇室 好在乱局中拯救万民 现场的人都不敢出来建言 公爵默默捂住了阿戴尔的眼督 冷冷开口 杀了他 下一秒就听见对方扑通倒地的声音 阿戴尔害怕地钻进父亲怀里 为了平息这场骚乱 公爵让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担心阿戴尔会受影响 父亲特意叮嘱他 你不要在意那些肮脏的伙 米卡尔也安慰他 人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 有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 即便他现在只有八岁 幸好这次目睹父亲杀人 对阿戴尔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精灵的宽慰下 他意识到预言之女不好当 但只要有父亲在他就不害怕 可很快传来公爵要远征的消息 原因是哈斯佩尔特帝国 原本与三个友邦不计前行 组成了联盟 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怪物 可就在不久之前 三个友邦灭亡的灭亡 叛变的叛变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安图利亚 因为遭到怪物侵略 向他们请求支援 公爵出征义不容辞 但这一去就是半年 他担心半年不能见面 阿戴尔会不会忘记他这个父亲 还有人发来密信 说有人要在学院的入学仪式上 暗杀预言之女 危险重重的环境 让公爵决定取消入学仪式 但他也要准备出征 用战斗给阿戴尔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但米卡尔深知小姐对开学的气盘 觉得毫无理由地取消入学仪式 可能会让小姐伤心 提议让特别班的孩子来公爵府上课 这样至少能减少一些危险 当晚公爵就准备出发 临走前他用眼神警告布莱克 保护好妹妹 否则你这条命就没什么用 面对可怕的父亲和麻烦的妹妹 布莱克被迫接下这个任务 转头就去了阿戴尔房间 看到麻烦妹妹给自己画的肖像后 他忍不住脸部抽搐 随即宣布了两个重大消息 公爵出征了 还有他也不能去学院 安全起见甚至不准他踏出房门 其他一句废话都没有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好在马德林被允许过来探望 他现在入学了皇家学院 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阿戴尔 他觉得学院的同学们有些奇怪 听说他们要买几个孤儿回家玩玩 还说反正那些小孩身份低贱 杀掉也不会有事 马德林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 立刻告诉了警卫队 可他们却叫自己不要多管闲事 阿戴尔担心这样下去 那些孤儿会死的 他决定要去救孩子们 但去了黑暗市场后应该怎么做 两个女孩全都一头雾水 阿戴尔想到可以找佳恩帮忙 于是谎称自己发烧了 拖精灵传播消息 当晚佳恩看到安然无恙的阿戴尔 便知道自己上当了 阿戴尔将事情都跟他说了一遍 两人迅速出发与马德林碰名 三人来到一栋隐蔽的房子 这里似乎在召开一场拍卖会 但只有会员才能进去 阿戴尔想要乔装成会员 然后将孤儿们都买下来 但这样做不但会给对方带来好处 还会导致类似的悲剧反复上演 孤儿院里的孩子 被当成商品贩卖 他却想着花钱把孩子们都救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将他们从人贩子手中救下来 可佳恩说 这样一来就助纣为虐了 但门口的守卫不好护 所以他们不能像客人一样进去 阿戴尔突然想到 精灵曾说过自己身上散发着香味 也许这群人区分比我的关键 他赶紧召唤出土精灵帮忙 去掉了所有气味 混在格斯坦当中蒙混过关 成功潜入拍卖会场内 突然阿戴尔朝他们 比了个晋升的姿势 原来他能听到格斯坦说谎 那之后岂不是能窃听到不守情报 三人一路摸索到了监牢 成功找到孤儿院的小孩 但他们此时昏迷不醒 看来无法做到偷偷带出去 阿戴尔心生一计 干脆他们也扮成要被拐卖的孩子 躺在牢房中央 等到主持人宣布下一件商品 是几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时 阿戴尔和土精灵同时罚你 整栋房子突然都地动山摇 现场的宾客和格斯坦都吓了一天 加恩问这些人该怎么出路 阿戴尔面无表情地宣布 以牙还牙 之后便听到到处都传来惨票 突然阿戴尔虚弱地叫了声加恩 他觉得头好晕啊 下一秒便不醒人事地疯了过去 当晚他们不仅就吓了许波波 还让格斯坦当场自杀 公爵听到女儿昏迷不醒的消息 连夜赶了回来 进门就质问布莱克和加恩 这是怎么回事 加恩本以为自己要被训斥一顿 没想到公爵却夸他干得漂亮 原来公爵对女儿的行为是赞许的 他虽然年纪小 却就出了所有孩子 反倒是布莱克将他关起来 让公爵非常生气 我女儿想出门你凭什么拦着 随后转头看向加恩谢谢他的帮忙 不过也幸亏他女儿没事 不然但凡少了一根寒帽 他也要皇太子给女儿陪葬 突然身后传来阿戴尔的呼唤 上一秒还凶狠无比的公爵 面色立刻变得柔和起来 但很快阿戴尔再次昏睡过去 只以为自己做了个美好的梦 为了不打扰他休息 公爵回到书房 就接到了皇帝陛下的问候 听说他带走了大量格斯坦的尸体 公爵不由分说的就要躺下 随后自顾自地挂断了电话 对身后的护卫队交代他们的侄子 从现在开始要守护好阿戴尔 米卡尔带头宣誓 我愿意成为小姐的第一位骑士 其他四人也纷纷表明决心 他们决定轮流守在小姐身边 阿戴尔刚睁开眼 就看到父亲趴在自己床头 下意识害怕起来 父亲肯定知道他昨晚偷跑出去 醒来会不会骂他 恰好这时公爵醒来 看到阿戴尔已经苏醒 一把捏住他的小脸 原来他已经昏睡两天两夜了 不等父亲开口 阿戴尔率先认错 父亲我错了 我这次又没经过允许跑了出去 没想到父亲突然将他抱了起来 举在空中颠凉 怎么感觉你这两天又瘦了 因此阿戴尔再次受到皇帝接见 他在黑市做的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 皇帝不仅给他授予了荣誉勋章 还和他聊了很多 建议他多去遗址逛逛 例如附近的卡萨尔神殿 临走前阿戴尔突然大胆提出请求 得到皇帝的允许去找加恩 此时加恩正在回忆那天晚上 亲眼所见的强大力量 猜测那就是预言之女的善良之力 正思考着阿戴尔就出现了 加恩将这几天收到的感谢信交给他 为了不暴露阿戴尔的身份 没人知道真正的英雄 竟然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阿戴尔看到信件后 第一次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但他今天来是有事想拜托加恩 希望他能把水精灵放出来 一直以来阿戴尔都知道 水精灵被关在鸟笼中 皇室需要精灵样本情有可遇 但水精灵被限制自由十分痛苦 加恩听后没有犹豫果断答应 激动的阿戴尔立刻飞扑上去 立把将其抱住 但此时其乐融融的他们还不知道 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有人已经准备对预言之女下毒手 情报院收到消息称 预言之女最近可能要去古代遗址 萨卡尔神殿 一个男人立刻表示他对那很熟 机会难得这件事还请交给他来办 为自己再次赢得保命的机会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阿戴尔 刚过上两天安生日子 突然就得知一个噩耗 他的哥哥何未婚夫 突然莫名其妙开始了决动 他明明已经有了八岁的小娇妻 却还是欣然接受其他爱慕者的信 这一幕恰好被小娇妻的哥哥撞见 觉得佳恩是个不专一的男人 这种人叫他怎么放心把妹妹送过去 佳恩也早就看不来科布说 知道他喜欢自己的妹妹 故意嘲讽他 就算你能阻止这桩婚事 也不可能和阿戴尔结婚 虽然你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一旦预言之女被弃养 你敢说你不会对阿戴尔动心 毕竟他的父母都健在你知道的 佳恩还在继续嘲讽 忽然感觉脸上被扇了眼光 那是决战申请书 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慌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 公爵家族和皇室产生冲突 两人很快在操场上开始决斗 双方都抱着让对方必死的决心 打斗中甚至都见了喜 直到阿戴尔收到消息 急匆匆赶来 这场闹剧才以两败俱伤结束 双方都被送去医务室包扎伤口 马德林率先冲到了皇太子这边 询问他的伤势 却遭到对方的鄙夷 你什么身份竟敢跟我搭话 此刻他的内心充满了嫉妒 明明他和布莱克的伤势差不多 阿戴尔却没有第一时间来探望他 果然自己还是比不过他的家人们 另一边阿戴尔看着木乃伊士的哥哥 眼里满是心疼 一心只想为他做点什么 听说你给公爵大人呼呼了 你给我也呼呼的话我就不痛了 阿戴尔立刻招板 用奇怪的姿势为哥哥疗伤 这种呼呼的方式 明显和布莱克预想的不一样 只觉得这个妹妹又蠢又笨 但嘴上还是敷衍着 多亏了你我不疼了 立刻让阿戴尔紧促的眉头舒展开来 他只要看到家人安好 那就满足 阿戴尔虽然确定他不会被抛弃 但偶尔还是会害怕 一觉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梦境 在公爵府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 可仍然有点患得患失 阿戴尔刚准备入睡 就听见门外的侍女在向公爵请安 他立刻闭上了眼睛甲内 片刻后听到比肩摩擦的沙沙声 才小心翼翼地睁开眼 父亲很快就察觉到他在偷看自己 阿戴尔很是惊讶 父亲怎么知道他没睡 公爵告诉他 是因为你的呼吸声太大 眼睛也太拙恋了 他今晚特意过来陪阿戴尔 是为了兑现陪他一起睡的承诺 阿戴尔高兴极了 但父亲现在还不打算睡觉 看到阿戴尔赌气的样子 他被逗得哈哈大笑 看到他都已经打哈枪了 公爵只好躺在他旁边 温柔地哄阿戴尔睡觉 但等到半夜 阿戴尔的床边便空空如影 公爵竟跑到了别的女人床上循环 次日公爵正在恢复生活状态的消息 便在公爵府内传开 盼着母亲回来 如果他知道公爵变心 会难过吧 担心阿戴尔的情况 加恩一步留神就走到了公爵府 隔着门都能听到屋内很热门 顾卫正在向阿戴尔介绍 公爵花30亿给他准备的礼物 尤其是手上那个有扩张魔法的钱包 可以装下任何东西 看到加恩出现他欣喜若狂 拉着他一起去外面练习射箭 听到阿戴尔说想要参加狩猎大会 加恩下意识想到 在人多的地方他会很危险 可听到他的目标是打败哥哥后 加恩立刻改变了态度 鼓励他好好加油 狠狠打压布莱克 原本一切都很和谐 突然一个女人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现场的氛围 终于见到传闻中的小姐 不过小姐看起来好像不认识我 阿戴尔看着面前的女人 呆呆说了句你好 随后毕恭毕敬的行李 对方却态度嚣张地凑上前告诉他 自己是公爵的爱人 阿戴尔瞬间瞳孔地震 他心里虚构的那个家 还没团圆就破链了 女人开始挑阿戴尔的刺 比女主人的姿态开始数落阿戴尔 见了自己居然没有跪下行李 直到护卫看不下去 挡在小姐面前示威 对方才时去地离开 事后不管沙丽娜如何安慰阿戴尔 她都听不进去 她本以为被阿希尔塔 会成为自己的女性 都跟父亲说好要去营救她 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很快阿戴尔再次偶遇了那个女人 她看不起阿戴尔只是区区孤儿 却能一夜从平民变成贵族 女人对未来的家主继承人颇为忌惮 但她低估了阿戴尔在布莱克心中的地理 看她不爽 抬起手直接一见封喉 事后阿戴尔坐在床边闷闷不论 在布莱克再三追问醒 她才委屈地说出 自己只是不想让哥哥受伤 但她也不希望那个女人变成自己妈妈 因此阿戴尔一本认真的对着布莱克发誓 如果哥哥再这样随便杀人的话 我就再也不会对你笑了 女孩第一次上课 就学会了丙状老师 指引老师误人子弟 教她要把精灵当成奴隶 狠狠地驯服他们 听到这阿戴尔立刻举起手反动 精灵不是奴隶 而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原本就很亲切 根本不需要恐吓 说着就召唤风精灵现场掩饰 彻底对得老师哑口无言 当晚公爵得知此事 直接令人换掉了孝掌 但在阿戴尔心里 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位 他找到爱心老师 提出一个不情之请 希望老师能教他如何救出雷哈斯 他在书上读道 神兽与神之诅咒息息相关 在阿基比亚德斯的初代家主放弃皇位后 神兽便大发雷霆 将自己封印起来陷入了沉睡 后来有人预言 只有预言之女能唤醒神兽 而神兽封印自己的时间 与神之诅咒变强的时间恰强一致 由此可知诅咒和封印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阿戴尔坚信只要解开封印 公爵家的神之诅咒也会被打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爱心答应帮他一起想想办法 但他还没想好方法 意外就已经来临 学院组织大家前往萨卡尔神殿学习 阿戴尔却在这捡到了一把特殊的钥匙 随后便听到一声嘶吼 下一秒无数石头人从地底钻出 意识到有埋伏 故卫们立刻摆好阵形保护小姐安全 但无奈这些敌军人多适中 大家都疲于对付 好在还有加恩 眼看石头人朝阿戴尔靠近 加恩及时出手 幸好阿戴尔没有受伤 但细心的米卡尔发现 追踪传送门还开着这些魔像是障眼法 意识到这点米卡尔刚准备带着小姐逃跑 附近的三人就被追踪魔法一起带走 大概十分钟后 加恩和米卡尔等人被传送了 却不见阿戴尔的踪迷 但是众人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天空变绿了 预言终有提过 在预言之女唤醒神兽的瞬间 所有人都会仰望绿色的天空 几分钟前 加恩等人被传送到了魔界 就在他们讨论如何回到原来的世界时 一旁的阿戴尔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催促他快来唤醒自己 对方将他比喻成能解放自己的门 阿戴尔在对方的指示下 将要是刺入了心脏 成功将米卡尔等人送了回去 阿戴尔自己则在另一处空间醒来 眼前出现许多美好的记忆泡泡 这是神秘人送给他的第三份礼物 阿戴尔问对方你是神兽吗 神秘人好像并不喜欢这个名字 还叮嘱他下次见面时 给自己取个好听的名字 随后阿戴尔的灵魂 飘到了雷哈斯的房间 看到他已经被诅咒折磨的不成人形 阿戴尔轻轻抚上他的眼睛 终于让他好好地睡了一坐 下一秒阿戴尔的灵魂飘到了帝国之外 看到整个帝国生灵涂炭的场景 一个邪魅的女人正盯着他看 最后阿戴尔又被传送到海边 这次他终于不再是灵魂的状态 一位老者在海边等候已久 看到阿戴尔 他立刻摘掉帽子上前问候 并告诉他身为预言之女 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实现 只是过程会有些艰难 即便如此老人还是想代表人类 斗胆提出请求 人类的未来都拜托他了 与此同时 得知女儿被抓到魔界的公爵 正大发雷霆 虽然大家都宽慰公爵 神兽已经苏醒 所以阿戴尔很安全 但公爵还是威胁中 他的宝贝女儿 哪怕伤了一根豪猛 也要现场所有人尝命 就在公爵发火抓狂时 一道光出现在书房一角 下一秒阿戴尔突然出现 公爵立刻跑过去将他搂在怀里 差点把他勒死在这 松开后公爵反复确认阿戴尔没有受伤 这才放下心来 在他额头上深深一吻 刚才的火气也消了一大半 神奇的是一周后医生过来复诊 发现公爵身上的神之诅咒已经消失了 这都是阿戴尔的功劳 同样饱受折磨的雷哈斯也得到是否 宗亲会讨论后决定 布莱克之前已经通过了神之诅咒的考验 依旧认定他是继承人 至于雷哈斯是预言之女 执意要救的女 放他一条生路也无妨 为了红女儿开心 公爵决定让雷哈斯也加入他的护体 他想这么做 阿戴尔一定会非常开心 雷哈斯经过一番打扮后 成为了阿戴尔喜爱的二哥 看到两人亲密的画面 加恩和布莱克突然感觉到紧张 这小子深得阿戴尔的欢心 没事就陪他玩过家家和捉迷藏 听到两人玩过家家时 一个当爸爸一个当妈妈 加恩再也忍不住了 上前毛髓自剑 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并且心甘情愿地当儿子 布莱克见状也不甘落后 他也要当儿子 三人其乐融融的画面 让阿戴尔体会有家人的感觉 但很快这幅美好的画面 就被把破了 他过去只会杀人 不会养孩子 结果连婚都没结得他 被硬塞了一个八岁大的女儿 但很快他就被女儿融化 彻底沦为女儿奴 所以当女儿半夜做了噩梦 他下意识心疼了 将女儿搂在怀里 轻声询问他梦到了什么 阿戴尔之所以这样害怕 是因为他梦见父亲 被一个女人杀死 他好像身处战场 周围死了好几万人 所有人都倒在地上 只有一个女人站在那下 公爵意识到阿戴尔梦见父 分明是圣国灭亡的瞬间 但还是轻拍他的 被让他平静下 阿戴尔很好奇那个人是谁 公爵只肯告诉他 那个女人叫爱 是怪物的主 但顶不住女儿的撒娇 还是向他介绍了爱的来历 590年前 爱还只是个弱小的人类 当时人们对他犯下了 穷凶极恶的罪行 爱对所有人类怀恨在心 于是他召唤了恶魔 出卖自己的灵魂 获得了毁灭人类的力量 和不死之身 但恶魔也设下了一个制约条件 那就是阿戴尔 如果预言之女出现 并解除弃云 那么爱将失去所有力量 并承受所有被他杀死的人 感受到的痛苦 所以只有预言之女能杀了爱 听到这个消息 阿戴尔震惊了 他将来要杀了爱 毕竟他连一只蚂蚁都没有猜死 公爵只能安慰他说 这只是一种制约条件 没人知道预言会以何种方式应验 阿戴尔记得梦里爱杀了所有人 包括父亲 公爵趁机打拒地问他有没有 意识到爸爸在故意嘲讽自己 阿戴尔气得脸都红了 父女俩还是第一次 这么自在地开玩笑 气氛瞬间缓和不少 阿戴尔躺在父亲怀里趁机提出 他想和哥哥们一起去赏花 却遭到果断拒绝 因为公爵也想和他去 隔天帝国都传开了 今天公爵要带小姐去赏花 看到阿戴尔在花语中天天起舞 公爵忍不住赞叹他好漂亮 阿戴尔看向父亲 忍不住引发出痴痴的笑容 原来他看到父亲 也被属于自己的粉红色包围 就像是被他环抱着一样 听到他说出这么可爱的 公爵终于体会到养女儿的乐趣 突然提议 你以后不要嫁人了 就留下来和我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见阿戴尔有些犹豫 公爵明显有些不开心 他连忙开口迷不 竟然第一次昧着良心说话 他愿意一辈子都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在结束赏花活动后 阿戴尔见到了许久不见的马德琳 看到他安然无印了 阿戴尔比任何人都开心 两人刚见面 他就着急向马德琳分享自己最近的忧虑 他需要向家人求婚 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本以为马德琳会帮他一起想办法 没想到他却挖苦起来 觉得阿戴尔是在炫耀家人给自己的爱 连忙拉住对方想要解释 却被他一把甩开 甚至提出要和他绝交这种话 在马德琳离开后他反复思考 越想越觉得委屈 米卡尔发现在偷偷擦拭眼泪的小姐 主动上前做一名倾听准 因为不久后他就会成为他的专属骑士 阿戴尔刚想问他以后会不会和马德琳和好 就被门口的哥哥听见几回 亲自教导他与好朋友和好的方法 只要不断去挑衅对方 然后打一架拼个你死我活就好 或者找几个强盗把马德琳逼入绝境 然后自己再闪亮登场 阿戴尔听后居然觉得没毛病 幸好当时米卡尔也在现场 才阻止了一场悲剧发生 因为少爷说的都是不好的方法 在米卡尔看来 马德琳天性善良 不论他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心话 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才会说维希弄 毕竟他在私下里经常会表露 对阿戴尔小姐的感激之情 所以还是给彼此一点时间明 顺其自然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阿戴尔心里顿时豁然开朗 不愧是长着紫色眼睛的人 米卡尔却为难地请求他不要太喜欢紫色 否则他很有可能变成盲人了 这背后全因皇太子殿下的威胁 但他没想到当晚 皇太子遭遇了人生的滑停 阿戴尔因为白天哭了太久 导致眼睛都肿肿 便婉拒了皇太子的会面 生平第一次被拒的家安 做梦都不会想到 这天之后阿戴尔竟一直躲着他 只因他整日都深陷在想念马德琳的情绪中 转眼过去了五天 阿戴尔独自来到之前约定好的犹太花姐 当抵达就哭闹着要回房间 因为他现在觉得好难过 马上就要哭出来 没想到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意外撞见同样前来的马德琳 看来他们之前就约定过在这里碰面 两人都在思念对方 才会命运般地被牵引到了同一个地方 阿戴尔竟然下意识躲到米卡尔后面 他今年只有八岁 心智却比许多大人还要成熟 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女孩甚至愿意放弃追求爱情 选择和自己不爱的男人结婚 为此阿戴尔还特意制定了机会 但在精灵通知自己时机前 他不打算和佳恩说话 于是在佳恩来找他第27次时 阿戴尔在花园偶遇他后 竟像老鼠看到猫一样 夹着尾巴逃跑 这让屡屡被拒得佳恩一头雾水 却让大哥布莱克喜上眉梢 他特意过来表扬阿戴尔 最近学习用功还很乖 得到赞许的阿戴尔 完全沉浸在夸奖当中 殊不知布莱克只要看到佳恩不开心 那他就开心极了 但很快他就有了新的嫉妒对象 听到哥哥说今晚有家宴 阿戴尔第一个想到的 竟然是能不能见到雷哈斯 不过很可惜 他目前正在接受公爵家的考验 远赴深山密林寻找龙蛋 至少十天半个月内不会回来 阿戴尔听后有些失落 他脸上的不开心被布莱克收入眼中 妹妹你以前不是说 只要跟我和公爵在一起 就很开心的吗 阿戴尔不记得自己说过这种话 但哥哥捏着他的小脸根本不容反省 看来他是生气了 阿戴尔立刻改口 我最喜欢哥哥了 直接让布莱克愣了一下 果然还是他妹妹最可爱 布莱克非要阿戴尔再说一言 他这才发现哥哥根本没有生气 看到妹妹生气的样子也好可爱 可爱到布莱克都想打人了 没想到阿戴尔一句话 直接戳了他的心窝 二哥就不会这样捉弄 竟敢拿他和那种家伙一样 布莱克直接上手 看妹妹的养养润 这一幕在远处的侍女看过 真是一对恩爱的兄妹 当晚在家宴上 公爵特意感谢了阿戴尔出的主意 让他戴上面具参加宴会 不被人发现 为了感谢宝贝女 他甚至花四千亿 直接拍下了所有展品 阿戴尔却只对宴会感兴趣 一般女孩七岁就会开始参加宴会 但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公爵至今没让她在社交界露面 但看到阿戴尔期望的眼神 公爵动摇了 当即夸下海口说 我们原本就在为你的露面派对做主意 为了实现自己画给女儿的大名 公爵连夜召开会议讨论方案 期间突然有人敲响会议室大门 时隔一个月 布莱克真的带着龙荡魂儿 从这一刻起 他正式成为公爵家的一员 这次回来 雷哈斯还为阿戴尔提前准备了一份惊喜 早在一个月前 雷哈斯就吩咐下意 将面前的这栋宅底翻新 特别交代 必须按照图纸一模一样的 谁能想到这个丧心病狂的宠妹狂魔 竟然将一整栋宅底 改造成了游乐园 目的只是为了和妹妹一起玩 阿戴尔看到后激动地抱住了胳膊 让雷哈斯感叹许久不见 他究竟是吃了什么变得这么肯 阿戴尔想了想告诉他 自己吃了很多马德林饼干 雷哈斯早就听说过 这个和他很要好的女儿 提要不要把他叫来一起 这招爱屋及乌的套路 果然哄得阿戴尔十分开心 看到宅底巷的大型游乐场 马德林惊呼 这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天堂 听到马德林说想玩寻宝游戏 雷哈斯立刻叫人去准备 哪怕是会让大人闻风丧胆的涂色游戏 雷哈斯也丝毫没有犹豫 吩咐下人去立刻去准备 他只要看到妹妹的笑容 就觉得这一切都超值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 加恩却是另一种心情 从公爵府回来后 他就一直在想 阿戴尔说的以后解释是什么意思 正苦恼该如何让他回心转意时 听到侍卫来传话 得知雷哈斯通过了考验 并且一回来就去找阿戴尔闻师 加恩彻底破防命 为什么所有人都能和他一起 偏偏他就不可以 发现女儿身边的男人越来越多 就连公爵也增加了他身边的安全防护 这天一早是你们突然着急忙慌的 开始为阿戴尔打扮起来 原本定在数月后的骑士任命一事 突然就决定在今天举行 所以从今天起 阿戴尔就要成为骑士的主人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 他还有点紧张 这是一名侍女走上前来告诉他 您只需要拿着剑在骑士的两侧 各会一次再美言一句即可 随后骑士团便整齐朝他走了 阿戴尔注意到里面没有法彼安 难道他决定要留在骑士团吗 虽然阿戴尔不懂这次寿命一事的意义 毕竟这几名骑士原本就负责保护他 但现在要正式接受任命 一定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吧 在一片嘈杂声中 骑士们依次向他走来 在他面前单膝跪逼 聆听阿戴尔的夸奖 他对所有人都很细致 喜欢罗哥的声音 削落的头发 泰拉的努力 以及米卡尔的眼睛 他们宣誓从今天起 会用生命来守护阿戴尔 而就在当晚又有一个好消息来临